居演家還有很多人買二手房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預防原房東不遷走戶口 房間過完戶 你發現原房東沒有把戶口遷走 接著你去法院告他 但別人法院說了這件事不歸我管 你去找派出所 但派出所又不可以強行把原房東的戶口遷走 這個時候你就會很被動 所以在買二手房 簽訂購房合同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把戶口遷出的問題約定清楚 第一 合同當中一定要約定戶口遷出最遲的時候 第二 房款內流出五到十萬的戶口遷出保證金 戶口什麼時候遷出這個錢什麼時候給他 第三 一定要約定清楚 超過最遲的時間沒有遷出戶口的話 屬於賣家違約 而且每超出一天要支付多少錢的違約金 有了這三條的約定 如果賣家還不遷出戶口的話 你再去法院告他 法院就要你了 我是路隆 要買房 問問我